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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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今天放假日 我今天戴著手機 要去逛一下我们基隆市 那我要今天要带大家去一个非常 聽起來非常溫暖的地方 那個地方叫做暖暖 為什麼要去這個地方呢 因為我想要拍一些 找回以前眷村的感覺 找回保留最好的那種 眷村的那種味道 廣東新村裡面 處處都充滿的驚奇 那我今天就走在這個 時光隧道裡面 那現在這一區 開始就是要拆建 但是那麼多年都沒有拆建 那這個地方有一個很有特色 因為這個地方現在都沒有人住 只有剩下幾戶而已 那整個的社區裡面 每一間房子 外面都長滿了很多很多的植物 那那個感覺就很很淒涼的感覺 但是我跟大家講 這裡很多以前老時候眷村的味道 我今天特地帶大家來看一下 老時候眷村的味道 走囉 那我相信這個地方 其實還滿值得保留的 因為畢竟這個是民國54年的建築物到現在 那那麼久而且非常有味道 但是越是讓人家有感情的地方 有回憶的地方 越是讓人家疼愛 那攝影回國於它的本質就是影像的記錄 那我覺得這是攝影人應該做的 所以我今天來這邊記錄了這個 這裡的一切 你看是不是有很像我們小時候的那種眷村的感覺 中間一條走道 那兩側都是建築物 那這種窗戶也很早見到了 看一下這個窗戶 這窗戶 霧花的有斑花的窗戶 看一下 這種窗戶 有沒有很懷念這種窗戶 OK很棒喔 那紅色的這種磁磚 更是有味道 這紅色的磁磚 這已經很久的磁磚了 你看整個社區裡面全部都是樹有沒有 那我帶著大家一起走吧 走往上走 找回我們小時候的那個眷村的味道 紅色的建築物有沒有 那現在這邊都荒蕙沒有人住了 發現一個 哎呀 這個標語你多久沒看到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標語是什麼 誓死服從最高領袖 誓死服從最高領袖 哎呀 這個什麼年代的 還有這一種標語 那你看這個就可以看出 它的這個年代之久遠 常常以前在眷村裡面 常常走的這種小樓梯 可以上去二樓的這個小樓梯 這個都是很有眷村的一種感覺 就是那一種老早以前的 小時候的那種樹色的那種感覺 看一下喔 有沒有很懷念這種紅色鐵門 這種紅色鐵門就是我們小時候在眷村 還是在宿舍裡面都會看到的 外省人的宿舍都會看到的 OK 非常漂亮 這個整個社區現在目前都沒有人 那來進來走走 很漂亮 發現一個那個以前傳統 常常在浴缸裡面才會看到的磁磚 這裡家我記得以前我們家的浴缸是水泥做的 就是跟這個磁磚一模一樣 地上跟浴缸的磁磚都一樣 你看這個磁磚多復古 多好看 來拍一張很有味道 眷村裡面很多這種老宿舍裡面 很多這種東西可以看 哇看一下喔 這種這種窗戶喔 這個窗戶很有味道 這種花紋的還有這種水霧狀的窗戶 這個多麼懷念這種這種味道喔 哎呀發現了一個那個以前卡式的錄音機 哎呀還有這個錄音帶 這錄音帶寫什麼呢 看一下 矮中文藝國中英語 在眷村裡面發現這種老舊的收音機 你就知道這裡有多麼有味道了 發現了一個陽台上面的一個熱水器 這熱水器年代久遠喔 蠻有意思的喔 這就是充滿回憶的地方 你我曾經一起長大的一個地方 在這裡面好多好多 你會發現好多好多以前的東西 不管是那個以前的電器用品也好 那以前的舊窗戶也好 舊鐵門也好 那處處充滿了驚奇喔 這個驚奇只有你跟我知道 為什麼 因為你跟我共同曾經經歷過的 欸不對喔 我講這句好像我 我的觀看的群眾都偏老 沒有不對 各位年輕人告訴你們 來重新改過 翻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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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來一次 各位年輕人告訴你 今天這個張榮大叔 帶你到一個充滿感情 充滿五六零年代的一個地方 這是一個海軍的 不是 來更正 重來一次 各位八九零年代的同學大家好 老師今天帶你們到一個 充滿五六零年代味道的一個 港務局的宿舍 讓你找回到以前 你叔叔伯伯那年代的一個記憶 那今天在這個地方 我們充滿了回憶 回到時光隧道 好好的欣賞這邊的美景 流水卡帶走光陰的故事 改變了我們 就在那多久 傷感的初次回憶的青春 流水卡帶走光陰的故事 改變了我們 就在那多久 傷感的初次回憶的青春 好好的 今天在這邊逛了一下午 我一個人就在這個社區裡面 閒逛閒逛的逛了一下午 但是收貨非常多 讓我想起以前 小時候常常跟同學 跟一些好友 就在這個眷村裡面 或者是這種港務局宿舍裡面 跑來跑去 小朋友就在外面玩彈珠 打那個什麼紅阿飄 那媽媽就會喊 叫我回來阿龍啊 快回來吃飯了 就是這樣的感覺 我從這個巷弄的底 在那邊玩 那媽媽就在這邊叫 在叫的時候 一個媽媽叫 接下來就會很多很多媽媽出現 就是以前兒子的記憶 那下了課書包一丟 就是往旁邊跑 大家去玩彈珠 那種感覺 不然就是玩奇馬打仗 玩紅阿飄 玩橡皮筋 那就是以前我們共同的一個回憶 那這個社區比我的年紀還大 所以說 我來這邊尋找這樣的回憶 那把這樣的回憶帶給大家 我除了這個冷凍社區之外 我還要去一個地方 那這個新村也是在暖暖這附近 來我 來 現在我去馬上開車 我再帶大家去看一下 好走 帶你們看另外一個畫面 來又來到我們基隆的另外一個眷村 這個地方是位於我們基隆的七度 那一個非常有歷史的地方 應該有六十幾年的一個聚落 那這個叫做七度明德山莊 那這個山莊是位於我們明德國中的後面 那以前這個是很多老師的一個單身宿舍 跟著我的鏡頭走 來看一下藏身在我們基隆市區的這個聚落 叫做明德山莊 走囉 那這就是以前眷村的老舊的一個房子 看這個門 多有味道 看一下 非常棒對不對 這才是真正我們眷村的味道 一些建築物 那一樣在這邊 來尋找以前舊時的 兒時的回憶 走路時空隧道 來拍一張囉 你記得這種小路嗎 這就是眷村的一個鄉間小道 你看看 這以前在小時候逢年過節的時候 那李媽媽 王先生 那或者是王伯伯 那個張叔 之類的都會在做在這種像這個 這一戶跟這一戶的對門 那常常就有一些眷村的一些文化 還有過年過節 逢年過節大家都會來這裡 這是串串門子 吃吃喝喝的 過年很有過年的味道 我發現這裡還有人住耶 你知道嗎 這一戶好像是有人住 看這就是以前老式眷村的一個感覺 一個小圍牆 那接上一個門 那一個一樓的建築物 那對門就還有一戶這樣子 很有味道 小時候的那種感覺 這也是啊 對不對 這就是眷村的味道 明德山莊 那以前是外省人的聚落 那也是算是眷村 那現在方位都沒有人住 那我們來記錄一下這裡 不知道哪時候會改建 先把它拍起來囉 在眷村裡面的這種一樁一瓦啊 都充滿了很多的高時的回憶 與記憶啊 像這個風飛掉的房子啊 那你看這個門 這都是以前那個眷村的門啊 眷村喜歡有這種這種木門啊 那很漂亮啊 耳石的回憶 秋風不清 為什麼催落了半風 青春上逗 為什麼會退了殘 啊 暗紅 啊 人生本是夢 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 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 我要轻轻地告诉你 不要把我忘记 这两天我走访了基隆的这些老旧的社区 即将拆见的社区 其实就是在找儿时的这种回忆 一砖一瓦 虽然对你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废弃的东西 但是事实上它真的是充满的感情 把这样的影像留下来 就是为了未来可能二三十年之后 你再看到这些影像师会让你感动 今天要把摄影最基本的瞬间价值留下来 就是记录它 这才是真正摄影该做的事情 把台湾最美的画面 最棒的人文分享给大家 那记得你们一定要支持我 要订阅加小铃铛 那我先用手机拍几张照片 分享给大家 这个在东南新村 位于我们基隆的暖暖地内的这个地方 在台湾光复后 很多土地都被基隆港的港务局接收了 那那个在民国54年的时候 就新建了这一批眷村 那这一批基本上的公务人员 都是由外省级的公务人员 那慢慢就在这边成家立业 那最多的时候 它的户数到达222户 那为了配合当地的这个发展 说在105年的时候 我们基隆港务局就把它土地 做为临时的一个停车场 那这个地方就开始就放会掉了 在1949年代到1960年代 有中国大陆各省 从中华民国的国军退回来台湾的这个眷属 那因为国共而战交战失利 那图欠到我们台湾来 这些人的外省的族群 我们称之为外省族群 那也是我们早期 国家最重要的这个公务人员 开发台湾的一个先前的一些人员 今天走访的这两个眷村 一个叫做东暖新村 这是日据时代 在基隆港留下的土地 皆由这样子 由我们基隆港务局来接收 那在民国54年 在暖暖地内 这个地方新建了一批 二层楼的这个公寓室的住宅 那当时的这些公务人员 基本上也是以外省族群为主 慢慢的在东暖新村这边 最多的户数 有将近到达222户 那在105年的时候 因为土地政策的关系 所以说将那个广场改建为停车场 慢慢这边就已经没有人住了 那希望能够保留下 这一片漂亮的员工宿舍 当然这是我自私的想法 因为我想要找到儿时人的一种回忆 还有除了这个之外 这个也是在台湾是非常少见的一个聚落族群 希望能够保留它 另外位于我们基隆的七土区 有另外一个聚落 那这个聚落相当有味道的一个聚落 叫做明德山庄聚落 那明德山庄聚落是民国50年代 由明德国中教职员宿舍所兴建给这些教职员住者 那基本上这些教职员以外省级居多 当然本省级也有 那建筑的形式以聚落的形式来形成的 跟很多的眷村是一样的 就是矮墙里面有一个小庭院 在早期50年代国民政府并没有做很好的规划 因为想说赞助以下可能马上要回大陆了 所以说这单身宿舍就没有设计这些预设 只有公共澡堂跟食堂跟公社而已 那慢慢慢慢多年后家里面的小孩子 跟眷村的人口越来越多 那导致于很多东西都已经不服使用 慢慢就很多人就搬迁了 后来明德国中有做销舍规划的时候 要把它拆除 后来被当地的那个文史工作者 就给它挡下来 基隆市文化局也表示 以文化资产的保存法 将明德国中宿舍列册来追踪 暂定为暂定而已 为基隆市的一个暂定古迹 但是暂定也不晓得 哪时候就变成不暂定了 那谁也说不准 那目前还未珍世的列为古迹 希望我们的明德山庄 那未来要何去何从 谁也不知道 但是衷心的盼望有朝一日 我们能够看到整个聚落的一个整顿 与活化 那找回那个五六零年代的这个 儿时眷村的记忆 更能够把这样子少之又少的一个 眷村宿舍保留下来 期待有这么一天 那这一次走访了两个宿舍的一个眷村 让我深深的感受到 早期的人们呢 虽然没有很好的生活 但是环境却是非常的相近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更加的好 不管是过年过节 路口遇到打招呼 王伯伯 陈妈妈 李太太 接下来我也会去开发一些原住民文化 玉恒省籍文化 有更好的照片 更好的景点 介绍给大家 这一次用手机拍的 但是这不就是摄影的原意吗 记录生活 生活记录 谢谢大家 记得订阅加小铃铛哦